你农我农台中市大理区农会与瑞城国小 举办了食农教育推广课程 让学生亲自体验农作 从播种施肥了解病虫害 到最后的收成 学生乐当城市小农夫 历经辛苦耕耘之后 也更懂得珍惜食物 人手一把铲子 学生忙着整土施肥 怎么突然那里闹哄哄 妈妈要闹 妈妈要闹 种种 原来是宠虫来袭亚 大理区农会和瑞城国小 举办你农我农的课程 用自然农法有机栽培的方式 推广食农教育 从做的当中 然后从看到的当中来说 原来牙虫就是这样子危害 所以他们这里 有牙虫危害跟没有危害 会是怎样 像蜘蛛有时候会倒壶 要给它立正 立体栽培 在一个小的面积里面 我这里种了四五样菜 可以了 是可以 而且我也是好好的利用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喷药 拿起木锤敲牙敲 立起竹竿 将植物绑好帮助生长 校园中的开心农场 让小朋友亲自参与农作体验 从播种施肥除草 以及病虫害防治 到最后的收成 学生们是乐当城市小农夫 很好玩 因为我们种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成就感说 我们之后 吃到的时候都会 感觉我们自己很厉害 玉米 桀瓜和生菜类的 你觉得哪一种最难种 我觉得玉米比较难种 因为它会长得比较高 柱子要把它撑起来 不然它会倒掉然后就死掉 我们有去体验擦阳活动 擦阳活动很辛苦 要很辛苦才能种来的 不能浪费 要把它吃光光 辛苦耕耘后更加珍惜食物 菜园成了食农教育 最佳的学习场域 芥兰菜玉米 番茄 午餐 晚餐 享家菜自己来 食农教育这一块 让学生有很多很多体验 亲近土地的课程 透过我们的产地倒餐桌 让学生回到班上分享 让我们的孩子 带回家跟家人分享 让小朋友从我们的蔬菜 从种子到发芽到照顾 到我们可以采收去食用 我们的食材 那来之不易 那也更珍惜食物 从产地到餐桌 甜美果实得来不易 学生更是种出心得 代表台中市参加 全国四建会成果发表 获得了二等奖的肯定是相当厉害 我们在学生回应 我们在学生回应